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经典季是食堂界的经典 连国外美食家都说赞 通条街上有旧店和新店之分 旧店古早气氛浓厚 新店装潢较性 但味道依旧不变 你吃什么 等一下 就是我新银骨偷来的逆方 逆方啊 那你做给我吃啊 你做给我吃 我会自己做 了不起 没关系啊 你不要做给我吃 那老板会做给我吃啊 那好啊 你就等老板煮给你吃啊 喂 好香喔 老板 老板 老板娘 老板 老板娘 你们好 谢谢你们 好香喔 你直接吃了吗 每次吃的啊 好的 谢谢 好香喔 好香喔 请坐 请坐 你们这里的这个 附近面喔 真的是 太太太出谋了 很久的历史表 附近面啊 是可以说 在基隆邦我们是第一间的 第一间 对 不是从福建那里来的 因为 我的太太的外公 从 中国的 来到南洋的时候 那时候 没有人介绍他的工作 他一直在生活 没有发展 所以要找 拿一个 我们的中国的 福建面 那时候是面汤 福建面本来是汤的 汤的 面汤 OK 那时候是 一碗是八分钱 江古 时间到 青年假一开始 是以卖乳面为主 因为东南亚日带气候 不得不改良 加入大地域和黑醬油 增添香味 并大胆把面汤受干 焖炒成浓稠 半湿且乌黑的面食 加上三发辣椒 这是现在广为人质炒福建面的原始版本 所以你们炒福建面 到现在还是维持用炭火来炒 炭火 因为炭是生火 煤气是死火 因为我们炒的炒饭 最好是炭火 叫香火 才有火 对 就是你吃的时候会有那个 那个炭的那个炭的香气 那个味道 那个重的味道 那个炭炒的那个香味不同的 哦 所以我们要保持这个炭炒的吗 可是 有没有什么秘方 试试啦 在这个很练一点点 有很多秘方 很多秘方 一种就好 要讲一样 讲一样 走口鱼最重要 什么 走口鱼 大地鱼啊 大地鱼 是 鱼 很多呢 有在现象 草不见面没有放那个大地鱼 只是我们一间才有 所以 所以古早味是要放那个鱼 对啊 有猪油渣 猪油渣 猪油渣也很重要 对我自己呢 吃不见面的时候 也很喜欢咬这个猪油渣 灰激燥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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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燥 它 Runner 很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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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油光滑亮的面条 毫不吝啬的猪油渣 淡淡的大地鱼香气 煎食食用铅炖火煮炒的福建面 用心经营的老板 和老板娘 你绝对是这家老字号名气 想当当的原因 那就不知道主持人 会给给予怎么样的評价呢 我觉得它火红煉非常的够 对 对 而且它这个 它用的这个黑醬 不會吃的很膩很油也不會覺得很油 對雖然它看起來油油亮亮的 但是不會讓你嘴巴造成不舒服的感覺 對不會有不舒服的 而且這種醬料的味道啊 我不知道一樣是黑醬油 可是台灣的跟馬來西亞真的不一樣 馬來西亞是怎麼樣的 台灣的黑醬油其實它會非常非常甜 可是馬來西亞的黑醬油它本身沒有什麼甜鹹的味道 所以它有一個香氣 對但是很重要 因為我自己會煮菜 那個黑醬油一炒不好 那個焦味很好聞 真的喔 對可是它能夠把那個 本來是湯的 把它濃縮到黏在麵條上面很不容易 對我覺得這一碗真的是好飲料 而且它裡面的這個豬油沙很脆 大家要吃了 真的在台灣我們會有豬油拌飯 那個是古早味 對在馬來西亞炒麵就有這個豬油渣 我很特別 雖然我個人我不敢吃啦 因為我真的一直在扁 怕馬來西亞是好多東西吃 算了啦 吃啦 對 可是呢 真的喜歡吃豬油渣或豬油飯飯的朋友 可以來試一試這一道 要來吃 太厲害了 太會找好吃的東西 吃吃吃吃吃 今天請我們吃什麼好料呢 今天請我們吃什麼好料呢 小腔蓋雷雷雄 耶 吃吃吃 什麼事 你幫我就 應該是我問你們 不過沒關係吃 吃吃吃吃吃吃 吃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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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 市場街是我國的旅遊勝地 這次特別邀請外國朋友 品嘗東方的粥品 市場街亮粥的粥相當夠火候秘密 這次邀請大家吃的就是 店裡招牌生魚粥和豬肉丸粥 這裡的生魚粥比較不同的是 粥和魚片是分開的 時刻可以將生魚片拌入熱騰騰的粥 燙至自己所喜愛的熟度 豬肉丸粥的丸子可是新鮮 一顆顆捏制而成的 與市面上的味道不同 老闆娘嘛 老闆娘好美喔 她就是我們這個起窮開 靈族的老闆娘 老闆娘其實你們在這裡多久呢 90年了 我們是 台長短 嚇死我你肯定沒有60歲 所以你是從誰接手的生意 爸爸 從爸爸傳下來的生意 三代 所以是爺爺爸爸 然後到老闆娘 那粥是你每天自己煮的喔 要煮多久喔 四個小時 四個小時啊 好久喔 這不是等於在燉湯的嗎 很像在煲湯這樣子 為什麼要煮那麼久呢 因為我在家裡自己煮粥的時候 很快就好了 對 同樣一個是廣東粥 廣東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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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老闆娘煮很久 而且你的湯頭是用什麼來熬 有 雞骨 有 古代眼神 廣東粥 唯一知道這個 差一點就講了 差一點聽到老闆娘講了 因為我們眼神要很真誠 讓老闆娘不小心講出來這樣子 對 差點就讓老闆娘說出秘訣所在 唯一知道的就是老闆娘說 曾經想要偷懶 用攪拌機把米攪碎 比較不好時 可是煮出來後才發現 味道的確是有相當大的差異啊 所以還是乖乖的用四小時 慢火煮出一鍋鍋如此綿密的粥吧 其實我覺得那個粥啊 一代傳一代這樣三代很好 因為一般粥 我們大家都是覺得 一定要一家人一起吃嘛 就是那種熱熱的很溫暖啊 像台灣冬天的時候有沒有 對 所以你吃粥肯定要跟你的父親啊 對 肯定要跟你的就是 家人啊 親愛的人一起吃 是 因為有時候我們吃粥熱熱的時候 你這樣子可以聊天嘛 對 而且吃粥熱的時候 你可能會吃得比較慢 是的 一點一點這樣吃 是 如果你周圍是你的父親 你親愛的人 就可以一邊聊天 一邊吃一邊聊天 更能培養感情 對 我們說得很巧 我們小孩子跟我們說的 我們小時候 爸爸也帶我們 現在都會帶回他們的孩子來 哇 那你聽到這種東西的時候 你不是很感動嗎 對 你看看我們老闆娘完全感同身受 眼淚都快躲狂而出了咯 有機會啊 和親緣或者情緣一起吃粥去吧 但就不知道 我們習以為常的粥品 本地和外國朋友 會有什麼不一樣的感覺呢 吃 好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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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台灣一樣 有幸運的地方就有美食 謝謝帥哥Lawrence 帶我前進中華巷 尋找三大美人的美食 食物雖然簡單 我卻看到那一份背後的堅持 而我也願意再一次回到周華巷 品嘗親切的三大美人的好手藝 好 好